石杆当是一个人的名字 此人住在泰山脚下 所以人称泰山石杆当 石杆当在泰安城里给人策字为生 这是个勇敢后裔的人 平身最喜欢打抱不平 在泰山一带很有名气 一些被人欺负又无处深渊的人 往往就去找石杆当 请求他出面解决 有一次在泰山南边的大门口镇上 有一户人家 他家的闺女刚刚成年 长得如花似玉 但就在许多人上门向他提亲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件怪事 这姑娘平日住在一间屋子里 每天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 就会从东南方向刮来一股妖气 妖气里隐约有个男人的形状 妖气不拼不矣 总是吹开姑娘的房门 闯进她的屋里 去吓唬她 时间长了 这姑娘就变得面黄肌瘦 一天到晚病奄奄的 姑娘的父母就很着急 给姑娘找了许多医生来诊断 可各种药 吃了几楼筐 却好像都泼到了石头上 一点效果也没有 姑娘就说 你们给我找来的医生 这些医生肯定是治不好了 还是想想其他的办法吧 要不再这样想去 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姑娘的父母心急如刀脚 两个人就开始想办法 他们想来想去 突然想起了石感当 就决定找石感当问问 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姑娘的父母找到了石感当 双双下跪 紧求石感当 救救他们的可怜的女儿 石感当 石感当啊 将两位老人扶起 答应一定尽最大的努力 当天啊 石感当看到姑娘 到了姑娘家 看了看情况 他告诉姑娘的父母就说 这件事啊还算好办 我有主意了 你们准备十二个童男和十二个童女吧 让所有的童男一人拿一面锅 童女一人拿一面锣 此外 再准备一盆香油 把棉花搓成很粗的堆碾 准备一口锅 一把椅子 只要你们照我说的这样 把东西全准备了 我准备了 给你们除掉那个妖怪 姑娘的父母啊 急忙呢 就去安排 同时也安排石感当 吃饭喝酒 太阳快要落山了 石感当 看看天色 起身 用灯芯 把香油点着了 点着之后呀 她用锅 把油盆扣住 坐在旁边 用脚 挑着锅盐 这样 油盆里 虽然点着十几只灯芯 可从远处看 一点的灯光也没有 渐渐的 太阳完全下山了 天黑了 不一会儿 果然从东南方向 吹来了一阵妖风 眼看着妖风里的男人 就要到姑娘家了 石感当 用脚一踢 踢翻了锅锅 灯光一亮 十二个同男同女 就一起敲锣打鼓 妖怪正准备从风里进屋 被你明亮的灯光 一次 加上正儿欲聋的 罗声和鼓声 吓了一大跳 急忙闪身出屋 朝蓝芳跑了 从此 再也没有妖怪 来纠缠姑娘了 她的身体 慢慢养好了 后来顺利的出嫁 生儿育女 不过呢 事情还没完 那妖风 被石感当 这么一收拾 吓得我男方跑 一直跑到了福建 在福建 他又出来作恶 福建啊 又有农夫 被妖风给缠住了 福建的那些人 一打听 直到山东有个石感当 专门 治妖怪 就跑到泰山脚下 找到他 把他请去 在福建 石感当 如法庞治 又将妖怪 又将妖怪赶跑了 这一回呀 福建平安了 可妖怪又跑到了东北 东北又有个姑娘呢 得了这种病 最后仍然起来了石感当 石感当 救了东北 那姑娘以后 他一琢磨 这妖怪 我没办法 把他抓住了 只能把他赶跑 可我一赶 他又跑到外地去 作恶 这样下去 我不是 晨天就和他 靠上了吗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这样吧 泰山的石头很多 我找石匠 刻上我的家乡和名字 泰山石感当 试试 谁家 闹妖气 就把它放在 谁家的墙上 那妖就会跑了 果然啊 石感当这一办法很有效 只要立上 泰山石感当的地方 不但那妖怪 不敢去作恶 连其他的鬼怪 也都褪比三射 后来啊 中国各地 许多地方 都立着 泰山石感当的石碑 只不过 各地教法不一样 如此 比如 四川就叫吞口 但究其实质 都是一样的